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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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东西都用习惯了 我才不要改对了蓝湛 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 魏英本来窝在蓝湛怀里好好的 不知道突然想到了什么 猛的抬起头一脸认真 得看着蓝湛合适 这个小家伙成天一惊一乍的 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还真的承受不来你和大哥 自幼保读诗书看的都些 枯燥乏味的东西你说 我要不要把那几个画本 借给大哥参考一下 万一大哥读书读啥 了提前学习一下 也免得到时候尴尬蓝湛只觉得 头顶有一群又一群黑色的乌鸦飞过 美如冠玉的翘脸上红一阵 白一阵看着魏英那双黑白 分明纯真无邪的大眼睛 蓝湛恨不得直接一巴 长把自己拍晕算了这个小家伙 是怎么做到用一张婴儿般天真浪漫 的小脸说出那些异想天 开得虎良之词这种事 无师自通好不好蓝湛 你和大哥是一母所生 是不是在床上的 表现也差不多这下 蓝湛彻底满头黑线 更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你的表现呢我是知道的 那叫一个无休无止所求无度 若是大哥同你一样 就我师姐那小身板 怎么承受的猪干算万算 怎么就落算了这么一个最为关键的环节 蓝湛我们要不要提 前二十一下大哥那啥的时候 也需要控制 本蓝湛彻底 听不下去了低头吻猪那两片 喋喋不休的红唇直到吻的某人 双腿发染薄唇红重 才恋恋不舍的放过他 其后的每一天魏英十步之内 必有蓝湛只要他依靠 进则吴军蓝湛必定是 时出现直到则吴军大婚 的当天那些话本也没 机会送出去那些问题也没 来得及问魏英 起床蓝湛 我再睡一会儿就一小惠儿 昨夜在则吴军那里又把所有的 流程都走了一遍再确保万物 一时之后魏英才同蓝湛 一起回到进士蓝湛不再多说 一手将魏英扶起着手给他换衣服 睡神附体的魏英从里到外被收 时利索的时候自己还在梦里 与周公约会今天 是江姑娘和兄长的大婚 我们要启程去云梦迎清 再不走就错过时辰了 蓝湛坐在床边轻轻拍了拍那 白皙如玉的脸颊手感真好 细致丝滑紧实而有弹性 忍不住又低头啃了两口 我醒了我起 我去蓝湛 你这是伴郎服还是新郎服 幸亏我前世见过你穿大婚级服的样子 否则一定会觉得是我们两个的婚礼 魏英从床上一跃而起 被一身伴郎服的 蓝湛晃到一不开眼睛绣着卷云纹的 暗红色礼服将蓝湛本来就 俊雅至极的容颜衬托得愈发迷人 肤白貌眉宛若仙人 怎么办我家蓝湛这么好看 不想给别人看 我要把你藏起来 只能我一个人看二公子 魏公子 及时将至先生唤你们快点过去 在魏英江南湛坡道 正打算用被子将人 藏起来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雅士弟子的声音 姑苏兰式的迎亲队伍 在云梦一出现 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几乎是万人空向全部涌到迎亲队伍 路过的街道姑苏兰式当日来 云梦夏拼那一传又一传 的拼礼在湖上绵延实力 那份壮观惊人择舌 没想到平时低调内敛的姑苏兰式 其经济实力丝毫不输 纸醉惊迷的兰陵金氏 如今这迎亲的队伍 又是前无故人后无来者的存在 新郎官一身大黄色起伏 容貌跌立风采偏然 他身后的两个伴郎 更是这世间难得 一见的美男子身长玉丽之姿 龙居凤厨知茂姑苏兰式 果然人节地灵人群中发出 一阵又一阵地啊 阿生 使赞叹更是由衷的羡慕 赞叹这世间居然有如此角色 所有美好的形容词 用在他们三个 身上都不为过羡慕云梦将士 的大小姐江彦黎娜的女子 前世一定 拯救了整个银河系今生 才能拥有这么精彩绝艳的夫君 以及那么养眼的两个小叔子 养眼的造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